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近发布了官方片尾曲的NV 是由周深演唱的《琴笃信一个梦》 而在今年《我是歌手当打之年》的首发阵容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周深的名字 歌迷说他终于火了 说起来有些惭愧 曾经对周深的认识就是那一首《大鱼》 后来在《这就是原创》的综艺节目上 他作为一位受邀帮唱嘉宾 虽然算不上导师的身份 但是绝对够惊艳 空灵清澈的声音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 以至于遮盖住了选手的光芒 更是引发了媒体评审团 关于宣宾夺主还是锦上添花的争议 而宣宾夺主的事 从来不是他的处事风格 湖南邵阳县 一个偏村的山村里面 在狭小的挤满了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的教室当中 周深像其他的留守儿童一样 都是丢失指南针的小帆船 茫然地航行着 默默承受更像是他会做的 由于父母很早就外出打工了 在本甘欢乐的童年时光里面 他只能跟大他五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 担柴 挑水 种菜 做饭 弄猪神 是每天的日常 后来小船一路飘行 飘到一个叫做贵阳的地方 这是远在广州拼搏打工的父母 由于进展不佳才做的艰难决定 当时他们手里的火车票钱只能够到贵阳了 周深也因此在当地正式了上起了学 在刚走出大山的孩子眼中 一切都是新鲜的 关于这一趟航程 周深回忆说 音乐老师就发现 好像周深在和别人唱不同声部的时候 是不会跑掉的 就可能觉得这小孩有那么一点点的音乐细胞 把我招进了合唱团 打那以后 贵阳市每当有合唱比赛 周深一定会参加 有他的领唱 第一名准跑不了 浓雾之下 周深依稀地捕捉到了人生的第一座灯塔 周深一直以销售的形象示人 他白白净净的 若不经风应该是代名词 可无论你如何用一切关于 凝弱的形容词来描述他 你总避免不了联系到他那独特 又有辨识度的嗓音 中国好声音导演之一的胡敏言 就属于慧眼石珠的类型 他曾经多次找过周深 那是以后的事了 他邀请周深的原因 大概是相信他的声音 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但结果都被他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周深考虑到公众的感受 认为肯定会有人不喜欢他的声音 如果看到他的脸 甚至会心生厌恶 嘿快看 你们知道吗 他的声音听起来阴森怪气 不男不女的 我都不敢和他搭上话呢 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恶意 大概是从13-14岁的年纪开始 周围的孩子经历变声期之后 嗓音变得粗壮有力了 而唯独周深 青春期似乎停滞了 身材矮小 再加上稚嫩高尖的童笙 让他饱受领单同学的讽刺和歧视 不男不女 阴阳怪气 人妖变态 一个爱唱歌的孩子 就这样失去了在公开场合唱歌的勇气 甚至变得自卑 语言的杀伤力真的太大了 让我放松嗓子 我不会 我已经不知道放松是什么样子了 重伤后的周深被自己的不上镜困扰着 为了让自己的嗓音变厚 他甚至养成了捏嗓子的习惯 即便成年后的健在 他也习惯着压嗓子说话 所以在面对邀请的时候的反感逃避 是因为他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恶业了 最后在导演的第三次诚恳邀请下 周深无奈的答应了 2014年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播出 21岁的周深在盲选阶段 唱了一首《奇遇的欢言》 随即加入到那鹰战队 后来我们都知道 周深凭借过人的实力 在众多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虽然在组内遭淘汰了 遗憾无缘四强 尽管沐浴过聚光灯耀眼的照射 可周深如出 节目播出之后 周深是反复的打开 退出将近20次 才勉强看完自己的播出画面 厌恶镜头里自己的周深 在童年时代早有影子 我们当时在那个小院在网那 有块玻璃就是别人打碎了 然后他非要说是我打碎的 我爸就说 你快说是你打碎的 你说我帮你赔 因为我爸他们也只听到 那些大家说的话 他也不知道事情真相 我就很生气 打碎了另外一个玻璃 爸 这是我打碎的 你赔这一块 那块是他打碎的 你赔那一块 当时我的性格就是很暴躁 当然了 也可能因为有这样一个 成长的过程 让我后面会去想的更多一些 就会去慢慢的照顾别人的心情 慢慢去照顾别人的心情 周深正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唱歌是最好的解压方式 周深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喜好 上高中那会他转向了隐蔽的互联网 在那里他可以舒服的做一个歌者 年仅17岁的他 早已经是当年YY网络平台 小有名气的网络歌手 由于他特别喜欢日本的特色片 铁甲小宝当中的卡布达 因此他一直都以卡布勒的网名 给大家歌唱的 后来在乌克兰的医学专业求学路上 他依然坚持着歌唱 有一次周深因为圣诞小节导致三四个月无法歌唱 他的歌迷们可都着急了 周深只有静静的等待康复 事后乐观的在YY平台上面给歌迷留言道 梦想这个东西只会被压抑 它不会消失 所以我还是喜欢唱歌 说起来那真是一段艰难的留学时光呀 语言上的不同 天书班的专业顺语和不友好的课堂环境 光是自己翻译工作就要五个小时了 每天没有保障的睡眠时间 这样压力之下呀 还要求每天考试 每次都挂科 然而最艰难的应该是伴随他每个成长阶段的恶意 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同学 周深身材矮小 在高大的乌克兰人群当中毫不起眼 充满亲烈眼光的老师 老师打发他去背器官变干尸 单上牛高马扎的同学们只会冷眼相看 袖手旁观 周深看在眼里 小小身躯早已经习惯承载过重的东西了 背尸体甚至是成为了他网上分享的事 成为了网友们的笑谈 尽管透露着无奈 但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乐观的 于是苦中做了 唱歌是周深最好的解压方式 那个时候我住的是三人间 心情不好呢就会唱歌 我的室友已经很习惯我唱歌了 但隔壁并不习惯 所以有一次就很凶的过来敲门说 你不要再唱了 我就很抱歉 后来又特意写了张道歉的纸条塞过去 后来学业上进展无望的周深 萌生了向音乐发展的想法 于是呢他毅然的报考了音乐学院 事实证明他的确是有天赋的 他考到了利沃夫的国立音乐学院 学习美声 开始系统专业的音乐学习 当家里人知道此事后 一度与周深进行漫长的冷战 他们开始拒绝提供学费 自断粮食 坐进剑轴的时候 周深由此过起了拮据的生活 辛酸的生活无法想象 参加中国好声音啊 只是为了减轻家里学费负担的无奈之举 而生代小节的事啊 正是转学的那段时间发生的 那个老师特别看重我 觉得我嗓门高 我在大音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一首大舞的曲子 特别难 因为呢我没有基础 跟他学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左右 就生代小节了 我当时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准备考试 结果就越来越严重 当时就觉得人生已经走到绝路了 周深决定回国接受治疗 一切的医疗手段呢 他都积极的去尝试 可能是上天为了考验他 种种的治疗无果都让周深 差点舍弃了他 视为生命的事物 最后好在家乡的偏方拯救了他 正是这一段经历啊 才让他有了梦想不会消失的感悟 面对惨淡的现实状况 周深全然不顾家人的感受 也要坚持所爱 他变得不在意他人看法 原因可想而知 是内心的灯塔一直在为他照亮吧 人生的转折与伯乐 好声音的走红之后 周深选择继续回乌克兰深造音乐 正如之前所说的 默默的继续发力才是他的风格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 高晓松无意当中听到这孩子唱歌 哎呦这女孩唱的不错 在了解过后 愈发生起了兴趣 借乎于男生与女生之间的天籁之音 是他对周深歌声的评价 在接触过周深之后啊 高晓松也更加坚定了 帮他制作专辑的信念 周深是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唱片公司的 而我们不叫高加班吧 就是这伙人吧 都不在他的经纪公司 或者唱片公司里 都是我们完全出于喜欢他 我自己从个人腰包里面 来投资一张 我喜欢的歌手的唱片 这一辈子只有三次 头两次啊 是二十年前 掏腰包做的是小柯坑朴树的 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伯乐 周深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了 身为一个动漫迷的他 从早期的网络翻唱 到如今的国漫专业户 一直与动漫有着不解之缘 2016年 他为大鱼喊堂演唱了主题曲 《大鱼》 可以说得上是一次成功合作 也正是这首歌 让周深这个名字 开始被大众熟知了 其实大鱼本来啊 是给王飞演唱的 而周深的声线与王飞相似 因此呢 邀请他来唱Demo 后来很可惜 因为资金的问题 没有能合作成功 这就给周深一个绝佳的契机了 片方在听过周深演唱过后啊 竟然高度的一致决定通过了 我相信听过这歌的朋友 都会对歌曲尾端的哼唱 印象深刻 哼的是如此的荡气回肠 依照高晓松的说法是这样的 游记大鱼在洛杉矶录音的时候 我去看 制作人隐约 根据周深的表现 决定把副歌的第一句的旋律 改成了波高三度 直探云霄 周深一击击中 让整首歌增色极大 尾段嘛 又以制作人 一起设计了俊勇的自我对场 整个过程啊 如痴如醉 令人难忘 周深的声音 被更多人接受了 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随后 他陆续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走到更多人的视野当中 2016年 这一次在蒙面唱江的舞台上周深却犹豫了 一开始啊是纠结的 不太想穿裙子去唱歌 这是我唱歌的一个坎吧 我想跨过反串这两个字 但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说成反串 所以在想值不值得这样做 我纠结了一个星期 但我还是想要抓住机会 所以呢 最终还是踏进了90米高的高跟鞋 穿着蓝礼服长裙来给大家唱歌 反串在我们传统戏曲当中啊 是一种性别错位的表演形式 周深的性别身份 与其声音造成的 安能辨我是雌雄的强烈反差 实在是有几分反串的意味啊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仰慕着梅兰芳 却唾弃周深呢 而节目播出有不少的网友 却吐槽周深太恶心了 就是这样的 对于我这样唱歌的人 有一部分人你打死他都不会喜欢的 回到这次舞台上 周深的顾虑我们不难理解了 因为即便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是周深喜欢的电影 甚至是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他迷恋于当中细腻的动作和情感 但他只想做自己罢了 他不需要靠衣服来修饰自己本来的声音 当时同台搭档的侧田 在第一次彩排合唱之后 兴奋的给妈妈打电话 妈 我今天跟一个很合拍的女歌手唱歌 第二天见面之后 侧田立马抱歉 也向妈妈说明了 妈妈 那个女歌手是男的 我觉得很幸运 可以碰到一个唱歌声音这么好 有音乐感很好的歌手 所以跟你在台上演唱是我的荣幸 节目之后 侧田这样的评价起周深 他认可了他 他不是反串 他是一个叫周深的男歌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B站的跨年晚会被誉为年轻人的狂欢 成了各平台当中的一匹黑马 当天周深以一袭白衣亮相现场 他演唱了千语千询的主题曲 清澈透亮的嗓音太净化人的内心了 一下就把我们带去到 宫崎骏的想象世界 哔哩哔哩周深B站跨年千语千询的小程序 如今的周深也开启了自己的B站账号 依然是以卡布勒的名字 介绍里写着 我是一条很懒的咸鱼 上面上传了一些相关的演唱视频 尽管对粉丝们宣传的是一年三更 想必他只是更喜欢潜伏在千万人群当中 一起来狂欢吧 那天还是没有忍住又重温了一下 B站的元旦晚会上的周深 在评论下方我看到一条这样的评论 无论你是他的粉丝与否 分享与你为什么很多神话里描述的天使 都是没有性别的 因为真正的美是没有性别的 我真的希望希望大家少一点偏见 让更多人接受周深的声音 今年歌手的主题是灯打之年 对音乐执着又纯粹的周深 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